新闻大事件的观众朋友好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2024年4月21日星期日 感谢观众朋友在上一集节目当中的留言和点赞 我们的节目在美东时间周四早上10点也会播出一档 请支持我们 记得去观看 感谢您 也有观众留言表示 伊朗的那些领导现在是咬紧了牙根 开始紧张了 另外有网友说 美国斩钉截铁的定了调 绝对不让台湾有事 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您的发帖讨论自己的观点 也是支持我们的一种方式 感谢您 我们先来关心近期冲上2万点的台湾股市 在4月19日 遭遇黑色星期五 开盘就低开低走 加权指数开盘后直线跌破2万点大关 一路下滑超过1000点 接近19292点 跌幅创下台股历史上盘中第二大跌点 市值蒸发了2.46兆台币 也创下了单日蒸发市值最高记录 当天上午11点之后 台股跌市收窄 最终以19527.12点收盘 守住了19500点 加权指数重挫774.08点 跌幅3.81% 创下了有史以来的单日最大跌点 当天的成交值暴增到将近4048亿台币 约折合216.6亿美元 前一天18日 全球半导体产业龙头老大台积电 举行法人说明会时表示 下调了全球半导体 晶圆代工和车用市场 三大领域的展望 这也导致台积电股价在周五重挫 加上中东局势紧张 伊朗和以色列这两个宿地之间的直接对抗 有可能升级的双重利空夹击 是台股周五暴跌的主要原因 稍晚 台湾金管会发声明强调 台股下跌的主要原因 是投资人 官网通膨 产业前景 以及中东冲突等消息面影响 短时间可能对投资人心理及交易造成影响 但是目前上市贵公司 体质仍然是相当健全 而且总体经济基本面良好 金管会表示将密切注意 后续中东冲突等变化 必要时采取稳定措施 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色列反击伊朗的一些最新消息 4月19日 伊朗的伊斯法汉市和内塔茨市附近 相继发生了爆炸事件 美国证实是以色列向伊朗发动了空袭 有报道说 当天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生日 认为该攻击具有讽刺意味 未经核实的消息说 19日 耶路撒冷邮报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 以军攻击了属于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一个空军基地的9个目标 以色列军机向伊斯法汉 一个属于伊朗部队的设施发射了远程导弹 另一据《纽约时报》的消息表示 以色列击中伊朗在伊斯法汉的空军设施 几乎就在伊斯兰共和国同一地区的核设施旁边 消息人士说 我们这次选择不攻击你们的核设施 但是我们本可以在这里做得更糟 也就是说 以色列向伊朗发出了明确的信息 对伊斯法汉的轰炸不仅是为了警告伊朗 也是为了清楚地表明 伊朗的核设施是多么的容易受到打击 报道说 使用远程飞弹 躲避了德黑兰的雷达侦测能力 这种方式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再次发生 同时报道认为 这是一次细致陆威的攻击 是一次非常微妙的中间路线攻击 没有攻击伊斯法汉的实际核设施 或者是内塔茨和福尔多地区的其他核设施 而是向伊朗发出信号 表明以色列不寻求不断升级的地区战争 也对未来进行了最佳威胁 同时也降低了伊朗再次反击的可能性 这一做法是否能够奏效 可能还要等待未来几天或者几周的观察 另外一方面 据卡塔尔新阿拉伯人报社 本月18日引述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 美国已经批准以色列在拉法的潜在行动 内塔尼亚湖总理设法获得美国批准 在拉法采取军事行动 以换取避免以色列对伊朗实施 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报复性攻击 未经核实的报道说 消息人士表示 18日夜间 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区和埃及边境附近的 几个地区进行了空袭 在其中一些袭击之前 埃及的相关官员已经收到通知 埃及法学教授艾曼·塞拉玛博士表示 军事局势的任何改变都需要埃及的批准 以色列将没法在埃及跟以色列边境建立缓冲须 也不能在直接威胁的情况之下 以紧急安全需要为借口 修改两国和平条约的安全附件 此前埃及军方官员曾表示 他们已经做好应对所有情况的准备 以色列需要在关闭任何过境点之前 妥善地撤离拉法式的平民 美国国务院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时 表示 无论以色列是否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回应 美国都不会支持入侵拉法 除非考虑到那里有100万人在寻求庇护 而且该地区本身仍然是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渠道 也是外国公民安全离开的通道 在广告时间里 敬意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张女士的经历 张女士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被告知 血糖过高无法手术 她在尝试三高弹血保之后 血糖有了明显的改善 张女士不仅成功地接受了手术 还发现自己的皮肤也变好了 夜间不再频繁地起床了 三高代谢保指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的各项机能 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 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 健康补充品的效果会因人而异 张女士的体验可能并非是典型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的产品之前 咨询医疗专业人员 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请造访健康520网站 好的 那么这一集新闻大事件 我们聚焦在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 NASA局长在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 中共在太空领域的发展迅速 暗中在跟美国做军事竞争 那么美国将怎么做呢 另外一个热门的话题是 拜登总统将耗资数万亿美金 来振兴美国的制造业 也正依循调查结果 考虑采取新的措施 来保护美国的传统产业 以及新兴行业 免受来自中国廉价产品的竞争 而受到重挫 中共方面美金明曰 期视支持产业发展创新 还宣称要求美国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但是欧盟主要的一些国家都同时指出 中国商品在欧洲亏本销售 已经为此实施了一项抵制措施 事实上 大半个地球的国家 已经对一些中国的进口产品 展开了反倾销调查 一起来了解拜登的最新政策 专家们又是怎么样观察的呢 4月17日 美国总统拜登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皮茨堡 对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发表讲话时表示 将对得到大量政府补贴的 中国造船业的不公平做法 进行新的调查并且宣布考虑对中国钢铝产业征收更高的关税 今年的3月13日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宣布 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了五家全国性的工会组织 按照301条款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关键的海事物流和造船领域的行为 政策和做法而提交的申诉书 在多项领域制造了依赖性和薄弱点 例如钢 铝 太阳能 电池和关键矿物 伤害了美国工人和企业 并对美国的相关供应链制造具有真正的风险 提出对中国展开301条款调查的五家工会组织是 美国钢铁 造纸 森林工程 橡胶 制造 能源 以及联合工业和服务业工人国际工会 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 国际锅炉制造 铁船制造工 铁匠 断工 以及助理兄弟会 另外还有国际电力工人兄弟会和劳联产联海事贸易部 拜登在周三表示 如果调查证实了这些反竞争贸易行为 那么我将呼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 把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征收的关税率提高三倍 拜登说 他们中共不是在竞争 他们是在作弊 在作弊 我们看到了对美国造成的伤害 白宫在声明中说 拜登指示戴琪探讨按照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 把上述产品的关税提高到现有税率的三倍 拜登指责北京大量补贴中国的钢铁公司 这些公司以不公平的低价在全球市场倾销产品 全球钢铁的生产几乎一半来自中国 拜登还自称是美国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 根据上述301条款 美国总统被授权采取包括关税行动和非关税行动在内的 所有适当措施来解决其他国家违反国际贸易协议 或者对美国商务的不合理 不公平和歧视性的做法 贸易代表可根据调查结果建议总统采取惩罚措施 例如撤销贸易优惠待遇或增收关税 经济专家谢田教授向本台介绍 301条款是运用1974年综合贸易法中的一个条款 之后在2018年又新修订 当时是为平衡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顺差逆差 通过美国国会立法授权美国总统实施一个保护的措施 以避免国内产业遭受外国竞争压力的影响 后来进一步成为特别301 超级301 受调查的贸易对手国可以跟美国政府进行谈判 或者是减少出口 或者是限定价格 如果没有达成共识 美国政府就可以提高关税来报复惩罚 谢田教授分析 比方说涉及到造船业 还有钢铁业的问题 这个实际上以前美国钢铁业就在指责中国 巴西有低价倾销的问题 当时就已经进行过这种301条款的那种调查 那现在它重新重启调查 显然中共经济衰退嘛 它现在要恢复复兴它的经济 它就提出了一系列新制生产力 希望扩大那种电动车 锂电池 各种各样的产品来进入美国 也包括钢铁和造船业 这些一旦进入美国 电动车进入美国的话 那就是会摧毁美国的特律汽车产业 那些钢铁的话也会影响美国钢铁产业工人就业 拜登当然是为了选举拉票 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呢 实际上就是告诉美国人 也告诉中共 他们现在已经有重新的启动这个301的调查 如果发现这个中共确实有 我相信中共肯定是有这个操控的问题 它就可以用关税和限制限价 各种各样的手段 中共现在它经济 自己经济的麻烦 它现在肯定是政府的补贴 退税或者倾销压低价格也好 都跟以前不一样 它那个价格压低了多少 对美国的伤害也多少也都不一样 所以要有新的调查来决定惩罚性关税是多少 增加三倍的话 中共的利润就没有了 中共补贴那部分也就失效 除非中共也把它的补贴大幅度提高 它就贴钱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中共那边就是直男而退 它撤掉了 没办法记住美国了 另外一方面 事实上2018年 时任总统川普已经宣布 依照《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 对某些进口钢产品征收了25%的关税 对某些进口铝产品征收了10%的关税 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关注新的高科技制造业 并不是传统低技能低工资制造业 这些也都是中共当局持续加大投资力度 或者是给予业者补贴的领域 上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中国期间 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向中共官员发出了警告 表达了对中国产能过剩 向国际倾销的担忧 2018年川普在任时 已经对中国的很多商品采取加征关税 拜登上任之后 大部分都没有主动去变更 其实扩大加征关税不应该拖这么久 应该早一点提出来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 于伟雄教授向本台分析 拜登2021年上任到现在了 这个时候突然就提升这个音量来调查 我是觉得跟选举有一些因素 反映这个工会的需求 那也不为过 其实应该是要早一点调查的 不管细节怎么样 大致的方向可能就是 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出口的商品 比如说钢铁 铝 太阳 电池等等 如果没有到25%的关税 可能会升到25% 那如果是25%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会增加 因为中国的现在的产能过剩 是非常严重的 另一据《纽约时报》4月19号的报道 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过去的几十年里 廉价的中国钢铁和铝财出口激增 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中心 对美国钢铁和铝行业的未来 构成了严重的风险 虽然进口大量廉价的 太阳能电池板 电池和电动汽车 有助于遏制通胀 但是无论从政治或者是经济的角度来看 导致美国的失业和企业倒闭的可能性 都太高了 美国工会制造业团体和一些经济学家表示 拜登政府可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限制中国的进口 产业政策才不会被成本更低廉的中国货所淹没 中共当局向工厂投入大量资金补贴 国有银行向那些可能本来已经无法生存的企业提供优惠贷款 来帮助抵消房地产危机和国内的消费疲软 这些中国工厂通常依靠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在运营 以远低于国际竞争同行的价格出口商品 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也为其他国家指出 中国企业亏本向海外倾销产品 中共商务部官员针对北京 对造传业补贴的新调查发声明称 中国产业的发展是企业技术创新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 不是不公平的国家支持 声明宣称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和多边规则 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回到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来 中共这么说世界各国 专家们持什么样的观点呢 什么是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中来呢 于伟雄教授指出 中国讲的这个不意外 它常常在讲 就是所谓的WTO的自由贸易的一个原则 其实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来判断 到底中国讲的是不是事实 就是说一个企业 真的能够靠着本身的技术能力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贸易代表要做调查的原因 现在欧盟也在做调查 它这样的一个价格是真的企业的 比较优秀的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成本的反应 还是背后其实有中国国家的政府的一个补贴 可能性应该是背后有国家的一个补贴 各式各样的一个国家补贴造成的 就是说在国际贸易的原则认定上面 其实有一些规定的 现在就是等着他们公布的一个结果 公布的结果应该就是 中国的确是有违反很多的规定 进口国应该是很有理由能够提出这些反请销等等的一些制裁的措施 对 中共商务部声明还宣称 中方将密切关注调查进展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 于伟雄分析 2018年之后的美中贸易战 中国最后屈服了 因为中共发现没有什么筹码来对抗美国 所以签下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而拜登政府一直拖到现在 才宣布现在准备要提出关税的制裁措施 所以可能拜登政府是担心跟中国发生贸易冲突 如果中共反击造成一些对美国经济的伤害 会影响他年底的大选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就是说必须要面临选举的这个交代 所以就开始起来 所以很难讲到最后再选前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我觉得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很担心 中国的整个产能过剩跟挺销的一个大战略 那迟早都会有一些关税等等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反倾销措施出来 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是向国际各国进军的 指出问题的国家当然不是单一的 德国总理肖尔茨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16号上午他在访问期间指出 中国商品在欧洲亏本销售 欧盟正在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进行调查 最终可能导致对这些产品征收关税 欧盟已经实施了一项碳边境税 预计这将对环境监管更宽松的中国产生影响 新计划将根据与进口商品生产相关的碳排放征收关税 墨西哥和巴西也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 这可能导致新的贸易限制 17号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指出 过去15年来欧洲对华出口与进口之间的逆差增加了两倍 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他说 欧洲必须在贸易和贸易关系上亮出自己的牙齿 他解释说 虽然贸易战会造成损害 但是欧洲应该接受中国和美国已经采取的那种产业政策 我只是想强调 欧洲需要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经济和产业利益 过去 美国和盟友之间一直难以协调一致地 应对来自中国廉价商品的竞争 给自己国内产业构成的威胁 瑞银全球财富管理首席投资官马克·海菲勒说 这一次情况可能会改变 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成功 可能会成为美国和欧洲在贸易问题上 采取更协调反应的催化剂 过去1980年代 当美国在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的时候 比如说那时候对日本的半导体的出口是克有100%的关税的 它是针对特定的一些产品 那是有可能的 所以很有可能 比如说像中国未来电动车的出口 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影响 就是可能会面临到很高的关税 有可能 美国现在在提的就是为了要规避这个关税 他们会有做这个三角贸易的情况 就是中国的钢铁产品呢 出口到第三国 然后透过第三国再出口到美国 这个是比较要特别注意的 要怎么样去防堵 但是对于中国直接出口的钢铁产品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生了三倍的话 当然会造成就是从中国出口的钢铁 就会几乎没有了嘛 就是确定了 公布了 那就是执行了 那就直接有效彻底的减少从中国直接出口钢铁到美国 然后达到保护美国钢铁业者的一个目的 事实上 中共的所谓技术创新和积极参与越来越令外国质疑 17日 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NASA局长比尔尼尔森 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商业 司法 科学和相关机构 小组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 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发展迅速 但是缺乏透明度 尼尔森在有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2025财年的预算审议听证会上对两党议员说 中国取得了相当惊人的进步 特别是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 但是他们非常秘密 他们很多所谓的民用太空计划 其实都是军事计划 我认为我们实际上正处于一场竞赛当中 目前 美中两国都在积极发展探索月球的计划 据美国之音报道 目前NASA正在推动太空人 重返登陆月球的表面 以希腊神话阿尔森弥斯命名的登月计划 是美国太空总署在月球建立一个永续存在计划的一部分 尼尔森在听证会上表示 会将在那里学到的经验用于未来的火星任务 阿尔森弥斯计划在2017年正式宣布 原定2025年实现 但是NASA在今年1月份宣布将延后到2026年 中共希望在2023年前完成载人登月的目标 尼尔森表示 中共不断在加快步伐 争取提前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表 现年81岁的尼尔森曾经担任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 也曾是太空人 他对国会议员说 我认为我们有责任首先到达那里 并且把我们的研究成果用于和平的目的 我担心的是如果中国先到那里 他们可能会突然说 好 这里是我们的领土 你们别来 那将不是和平领土 尼尔森说 任何怀疑这一点的人 可以去看看中国在南海和斯普拉特利群岛所做的事情 我希望中国的太空计划能清楚地了解 民用太空是用于和平用途的 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表现出这一点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 也针对美中航台发展的竞争 邀请专家进行圆桌会议 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 在会议开场时表示 无论是否愿意参加 美国已经和中国展开了一场新的太空竞赛 他说 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 如何腐蚀任何技术 如何将其垄断的每一个领域武器化 中共决心要赢得这场竞赛 我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做 加拉格尔说 我们必须打破与最亲密盟友合作的障碍 这些盟友在太空方面拥有相当厉害的能力 他举例说 美国应该可以进一步的 在太空领域与日本加强合作 加拉格尔说 美国在这场竞赛当中的最终目标 是建立一个以规则为秩序的太空世界 显然以美国的能力和硬实力作为支持是最好的 于伟雄分析 一般来讲中国的企业都脱离不了军工融合的这种影响 就是中国北京政府要民间企业配合什么 那就必须要照做 那太空这种产业就是更想当然了 一定是会有政府的一些要求啊 军事的这个配合等等 这个很有可能 对 谢田指出 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空间军备竞赛 当然我们知道联合国有这种决议呢 就是说外太空间呢 是不给勇士军事目的的 武器的装备呢也不能进入外太空 只能用于和平发展和研究的目的 其他国家包括这个俄罗斯在内 大家基本上还是遵循这个方法来做 这个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I国际空间站 美国 俄国 日本 欧盟呢都在参加 大家都是透明的 而只有中共呢自己搞了这个天空太空战 它是不透明的 只有中共自己做 美国也有太空的技术 它不算军事 但是美国太空军呢在这个轨道上 运行一个叫X-37B轨道飞行器 说是一种科学试验的舱 像是美国军方控制 至少它是有军事潜力的 中共也知道 它是很有能力的 它可以待轨道上待 甚至待一两年 美国空军呢只说它是一种试验 而中共其实它搞的一些太空计划 奔约计划 它都是军人在里面 它指导操控的都是军人 它当然一定是军事物体 它就是跟军用相关的 这点是毫无疑问 也谈不上威胁 它不透明 人们会担心怀疑和猜测 如此而已 也不足为虑 今天的节目就谈到这里 如果观众朋友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持续锁定新闻大事件节目 也请您多多留言 发表您的观点 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御句 sobre his 所观看 MARY 感谢观看